徐淑敏和TVB和平分手 早前電視牌照封幫無線納白一傳媒報道失散 令其公司形象受損 決定要對他們進行制裁 讓旗客一人接受訪問 令到親生徐淑敏和Suki生意上的宣傳大受影響 決定要離開無線感化 都和解的了 所以現在都是一個半自由的身份 到收到訊就正式自由人 你會否還在TVB幫忙 例如拍攝節目 還是直接用TVB招結了一關 不是 因為我離開的時候 其實關係都很好的 他們就這樣讓我走 都不需要賠錢 真是很感謝舊公司 接下來我也報了一個做生意的TVB節目 我要做老闆 希望我不是藝人的身份 去參加這個節目的時候就沒有舒服 講完這麼沉重的事 不如說一些輕鬆事吧 接下來新年Suki就說 全家人都會去旅行 不過自己就沒有份去 不是新增透自己個人的感慘嗎 我其實之前都試過自己個人居住 有那種很自由的感覺 寶寶不會無緣無故哭 吵醒 我會好好珍惜那兩三個星期 小姐 你看 你的觀念 你會想訂閱 我會想回應 你有付來 你的觀念 感谢观看